愿主与你们同在,与你的心灵同在,公独甚若望福音,主愿光荣归于你。 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,耶稣聚在一起,因为怕犹太人,就把门户都关上。 耶稣来了,站在他们中间,对他们说,愿你们平安。 说了这话,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,门徒看见了主,非常欢喜。 耶稣又对他们说,愿你们平安,父怎样派遣了我,我也怎样派遣你们。 说了这话,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,说,你们领受圣神吧,你们赦免谁的罪,谁的罪就得赦免。 你们不赦免谁的罪,谁的罪就不得赦免。 十二门徒中有一个称为双胞胎的多末,耶稣来的时候,他没有和他们在一起。 别的门徒对他们说,我们看见了主,但是他对他们说, 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孔,用我的指头摸那钉痕,用我的手摸他的肋旁,我绝不相信。 过了八天,门徒们又在屋子里,多末也和他们在一起,门户都关着。 耶稣来了,站在他们当中说,愿你们平安。 然后对多末说,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,看看我的手吧,伸出您的手来,摸摸我的肋旁,不要做无信的人,而要做有信德的人。 多末对他说,我的主,我的天主。 耶稣对他说,你因为看见了我,才相信吗? 那些没有看见,就相信的,才是有福的。 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,没有记在这部书上,所记录的这些,是要你们信耶稣基督是墨西亚,是天主子, 并使你们信了的人赖他的名而获得生命。 上主得神言,基督我们赞美你。 上主得神言,基督我们赞美你。 慈悲到底是什么,或许问我们知道,我们认识的慈悲是不是只是从书本上的认识,从头脑的认识。 所以我们一般上认识的事情通常都会从知识层面认识开始,头脑开始。 我觉得选的下面的解释还不错的是我选用了下面对于慈悲的讲解,这是一个知识的了解。 慈悲是什么呢? 慈是把快乐给人,悲是替人拔除痛苦。 所以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愿意分享您的喜乐,而你愿意看到别人的痛苦,帮助别人拔除他的痛苦。 这就是我们头脑文字上可以认识的慈悲,也就是说你有痛苦,我愿意帮你拔除,我愿意带给你快乐,这就叫慈悲。 但是慈悲不单只是书面上的认识,慈悲领受到的人会了解一个真相。 真正的慈悲不是求别人给予我,而是我愿意给别人。 所以我们常说最重要的是分享,是给予,而不是老是等待别人来给我们。 这是我们从书本中的认识,但我们有信仰的人,我们常说不要老是活在头脑知识里面,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从书本认识,所以我们要从生活中去领受,从我们生活中经验中去领受。 我们大家都要从生活中去领受,从小我就看见我自己的父母,我家有13个弟兄姐妹,大家应该都知道了。 因为我多次有谈到我来自一个13个弟兄的大家庭,我是老十一,老十一。 我们小时候真的连底裤都没有的,谁先洗澡,先拿到底裤就有底裤穿。 我们没有专属的底裤,是谁先拿到的谁先有。 睡觉也是一样,谁先睡就有被盖,没有后睡的人就没有被盖。 除非你醒来的时候看到有人替被的人,那你祝福你了,你当天晚上就有被了。 家里穷,父母亲照顾这么多的孩子,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忘记去照顾其他的穷困的人。 我们家对面就是老人院,我从小就可以看到我爸妈如何同时照顾我们,也能够让老人院的人,也能够分享我们的食物。 这就是慈悲。 记得德勒莎姆姆曾经讲过这个故事,他说穷困的印度人,当他们领受到别人给他们的食物的时候, 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往别人的家里面去,把他的食物分享给别人。 所以别人就问他,你不是自己家也穷吗? 为什么你还把食物给别人呢? 他们说因为他那边比我们更需要,更需要。 这就是慈悲。 我常常为我的父亲母亲,虽然穷,但是他们所有的言行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榜样。 我常跟别人分享,我妈妈常常抱怨我父亲没有头脑,不会投资,不会买土地,不会买郊园。 但是后来我爸爸离开之后呢,我们才说爸爸是最聪明的人。 因为他给了我们不是财产。 如果财产的话,是三个弟兄姐妹要吵得怎么样啊? 清楚吗? 我们人的关系其实没有关系。 一旦谈到钱的问题的时候,兄弟姐妹就没有情义可谈了。 我父母亲给了我们弟兄姐妹的是, 能力,分享的能力。 唯一的一间房子,全部弟兄姐妹的名字购买的, 最后我们弟兄姐妹要决定这个财产的时候, 我们共同的没有人有意义的给了我们二哥。 因为他正是需要。 天主的慈悲并不是说公平分给。 天主的慈悲是,我拥有了,我看到别人更需要的时候, 我不会因为要公平我去争取这一个。 没有争取到你就觉得不公平。 而我们的慈悲在于,我有了,我不必跟你争, 让需要的人去获得。 这就是天主的慈悲。 但我们人很痛苦,我们世上的认为和平,公平就是, 你要有一我就要一,你要二我就要二, 完全忘了谁更需要。 弟兄姐妹们,我深刻地体会到慈悲这一份爱跟世俗的爱很不一样。 就是当我真正进入信仰中的爱的时候, 我没有信仰的时刻,我所爱的都是有条件的。 所以那不叫慈悲。 真正的慈悲的开始,是当我的爱正在进入信仰中的爱, 也就是基督的爱当中。 而这些我都从生命中去体会,从生命中去体验。 我第一个体验,当然除了我父母亲之外, 我在难民营服务的时候,我有段时间在难民营服务, 我还不是教友,我相信有些人也听过我的故事。 我还不是教友,我有幸到了难民营服务。 我去服务并不是我有多伟大, 我只是要展现出给别人看我有多伟大。 其实我一点都不伟大,只是希望别人看到我很伟大。 但是如果去服务没有收入,我想我不会选择。 我也多次表达了这个我个人的有条件的爱。 但是却在难民营服务中当中,我体会到了基督的爱。 一切付出的神职人员,神父修女,牧师,传教士, 在他们身上,我才了解什么叫做付出不求回报。 付出不求回报就是慈悲。 慈悲第一个我的认识就是给与,给,不求回报的给。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,生活非常的无助的时候, 我获得了法国天主教家庭的住宿、接待跟照顾。 他爱我没有任何条件,单纯是因为我那一刻需要帮助。 他们分享了他们所有的一切。 真的,我在那边要吃要什么,他们从来不会怎么样。 你想用什么就用什么,想吃什么就想吃什么。 这就是今天福音我们看到的,我们从今天的读经书看到的。 当属于天主的时候,就不再属于我们自己。 属于需要的人,我们愿意去分享。 说我们要给予我们,我们要分享。 这是慈悲。 当我在法国,我认识了教会一个重要的人物, 那个人叫圣若望保禄而逝,大家应该都熟悉。 我看到了一个纪录片,也就是他被杀害。 他却能亲自主动地走入凶手的世界, 面对着他,跟他谈话,宽恕了他,拥抱他那一刻的时候, 我莫名地感动。 我那时还没有信仰, 我那时还没有那么样的伟大, 能够宽恕一个对我伤害的人。 我心中常常会对我伤害的人, 心中存在着很多的抱怨跟恨在里面。 但那一个画面让我无名地感动。 原来有信仰的力量, 可以让一个人无法做到的, 可以在他的身上展现出那么伟大的一个力量。 这是我信仰的开始。 我知道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, 这一幕的感动是我信仰的召唤, 而这正是他的慈悲。 弟兄姐妹们, 当我在生活中最无助的时候, 天主把我带进了圣堂, 让我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的陪伴下, 一个不认识天主的我, 当我无助的时候, 我愿意仰望着他, 但是没有想到, 我是一个非教友, 也不认识他, 却在无助的时候, 我愿意仰望着他的时候, 一个陌生的他跟陌生的我, 我却在他底下被他安抚着, 被他陪伴下, 一步一步我肩上的压力越来越轻松。 这就是慈悲。 慈悲是因为他愿意背负我的十字架。 所以今天神父要告诉你, 我们的慈悲在哪里? 我们的慈悲, 我们愿意去给予需要的人,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给予他吗? 我们愿意去分享我们拥有的吗? 我们愿意去分担穷苦人, 痛苦的人, 需要帮助了人的十字架吗? 还是我们只做那些我认识的, 我喜欢的, 那一些都不是慈悲? 弟兄姐妹们, 我曾说过我的生命最大的奥基, 不是得到天主什么样的治愈, 不是得到天主给我怎么样的奇迹, 而是让我这一个不相信天主的孩子, 曾经不喜欢基督的孩子, 最后成为了基督的门徒, 而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, 这个奇迹才是真正展现天主最大的慈悲, 我永远都无法相信有这么一天, 一个我心中的废石, 耶稣基督曾经被说你是废石, 而这个无用的废石成为我的生命的基石, 而在复活节那一天, 也就是在十一年前复活节那一天, 主正式成为了我生命的主宰, 神奇莫测, 选定了复活节这一天, 让我欢欣踊跃地成为他的孩子, 我领受了慈悲, 我相信各位今天坐在这里的都在领受着慈悲, 2015年, 大家还记得这一天吗? 教宗宣布打开教会的慈悲大门, 而这一年称为全世界教会的慈悲喜年, 慈悲喜年, 为什么教宗任职的时候, 第一件重大的事情, 就宣布天主的慈悲, 因为他看见了这个世界上的人已经没有慈悲了, 他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, 看到我们教会的神职人员, 忘记了天主的慈悲, 教会变得冷漠, 我们大家变得冷漠, 所以我们的教宗宣誓, 我们要记得天主的慈悲, 我们忘了给予, 我们忘了分享, 我们忘了彼此相爱, 我们忘记了愿意去背负他人的十字架, 有个姐妹走向我, 告诉我说, 神父, 我请求您的宽恕, 我说什么事情要求宽恕, 她说我有两个姐妹, 因为身体上出了问题, 需要每天的陪伴着他们, 但是因为陪伴着他们, 长期的陪伴着他们, 我常常发脾气, 我有时候忍受不住, 我会发脾气, 所以相信天主一定会对我不高兴, 我说你错了, 天主绝对不会对你不高兴, 当你愿意背负你姐妹的十字架的那一刻, 天主就没有资格对你不高兴, 天主快乐都来不及了, 所以你不要认为天主会, 你觉得你对不起天主, 因为你已经在你的生命展现慈悲, 而慈悲就是天主最大的爱所在, 慈悲喜年打开了这些年来, 慈悲喜年的打开, 就如今天福音中所说的, 耶稣基督把他的气息, 圣神的气息, 吹进了这个冷漠的世界, 耶稣基督把这个天主的气息, 圣神的气息, 吹进了我们冷漠的灵魂, 所以这一年我也接受了教会的任命, 成为慈悲的传教士, 慈悲的传教士的召唤, 让我有这个使命, 去告诉大家慈悲, 也就是今天神父在这一边, 无论如何要把慈悲的信息要能够深刻的, 如同耶稣基督一样, 把这个圣神的气息今天传给你们, 希望我们都不要忘记, 我们都是领受慈悲, 我们应该分享慈悲的人, 复活节, 第二主日借着夺末, 缺乏信德的夺末, 借着主耶稣基督再次复活的显现, 告诉我们要做个有信德的人, 这个信德的展现就是慈悲的爱中, 我们的慈悲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复活的记号, 我们的存在, 弟兄姐妹们, 就是因着慈悲, 没有天主的慈悲, 我们就不可能存在, 没有我们的慈悲, 世界不会更加美好, 愿我们都能够带给世界, 一点点温馨美好的那一位, 真正的天主的子民, 愿天父的慈爱, 基督的圣宠, 跟祂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。